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简单聊一下恒大 恒大的负债是富可敌国 负数的负 负债是2.4万亿人民币 今天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个图 2.4万亿人民币到底是多少钱 能和什么样来对比一下 我觉得这个图蛮有意思 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如果给14亿人去分钱 每人可以分1700块钱 如果是跟银行的总资产相比 相当于一个上海银行的总资产 其实上海银行的规模并不小的 属于成商行里面比较大的体量 如果是国防预算的话 相当于两年的国防预算 大家可想而知 相当于5个探员式GDP 相当于5.7个中国首富的身价 相当于10个北交所上市公司的市值 相当于2022年的茅台的净利润 相当于48艘航空母舰的造价 可以造48艘航母了 相当于4亿人的爱马仕皮带 所以说负债的金额确实是量化以后 拿这些对比以后 让我们感知一下究竟有多大 那到底是恒大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让它的债务规模如此快速剧烈的扩张 我们看一下 其实恒大在2015年以前 这个债务还算是比较能接受 这个债务在3600亿这个规模 到了2015年以后开始飙升 尤其是2016年从2015年的5千亿 6149亿到2016年的11583亿 几乎是相当于一个翻倍的扩张 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恒大的债务在2015年以后短短这么几年 就扩张了将近4倍多的这种债务 那这个债务体量的这么大计量的这种翻倍 造成了恒大的狂飙突进 它其实虽然2015年以后 中国的房地产的涨价趋库存 发展是很迅速的 但是恒大的这种债务的扩张速度 远远超过201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扩张速度 2015年以后 中国房地产的销售面积 从12.85亿平米扩张到 2021年巅峰了18亿平米 销售金额从9万亿到18万亿 基本是我们就是说假之来翻倍来扩张 但是恒大的扩张的速度 是远远超过了2015年以后 中国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扩张了 所以说恒大的这种狂飙突进 相信不光是有行业的原因 也有它本身的这种一系列的 复杂的因素在里面 我相信等到未来 未来大家再回顾恒大这个案例 在抽丝剥剪的去分析它的时候 一定那个时候可能很多的迷雾 重重的迷雾才会揭露出来 才会披露出来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